在家里躺着野众枪的小女孩特雷霍,美国纽泽西州,一名九岁小女孩飞来横祸,她在家中睡觉时尽遭一枚疑似帮派在街头火兵时发射的榴弹击中,不幸身亡。 这纵悲剧发生在纽泽西州坎伯兰郡,Cumberland, County小镇市,Bridgeland,17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,警方接获报案,只一个社区传出强声。 当原警赶到现场时,发现九岁女孩特雷霍,Jennifer, Tricky, Trill,造的枪伤,她被送院抢救,无奈最后人伤重不治,特雷霍当时已在家里的卧房中入睡,为了外面飞了一颗子弹,贯穿她家的木造外墙后击中她。 警方勘察现场后,判断子弹发射,自距离她家大约一个街区的街头。 坎伯兰局检察官麦克雷在记者会上说,警方在街道上,发现,大量有毫米口径子弹弹壳,但无法确定他们是发射自同一支还是多支枪。 街上多连汽车都有被子弹击中痕迹,麦克雷同时透露,根据调查,有三、四名男子可能是嫌疑人,但现阶段还回法确定这起事件跟包派冲突有关,警方目前已悬赏百万美元,接拿凶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